大家好,我是娟子 今天买了一把菠菜 准备用它来做好吃的 现在的菠菜刚上市 都挺嫩的 先清洗干净 水开以后 加入一勺盐 倒入一些食用油 晃上洗净的菠菜 焯水30秒 这样能去除 菠菜中大部分的炒酸 加油和盐 能使菠菜的颜色 更加翠绿 然后捞出来 过一下凉水 准备一块猪肉 先切成肉丁 再剁成肉泥 放到碗里备用 另取一个锅 少倒一些油 油热以后 倒入葱姜末 欢炒出香味 再放上剁好的肉泥 快速的欢炒均匀 炒至肉末变白 加一勺生抽 半勺蚝油 一大勺的黄豆酱 炒出酱香味 炒出酱香味以后 就可以关火了 倒在盆子里 给它放凉备用 放凉的菠菜呢 挤出水分 再给它切得顺一些 和肉丁放在一起 不用放其他的调味品了 搅拌均匀就行了 哇 好香啊 早上买了一块五毛钱的饺子皮 两张叠起来 给它擀成大薄片 翻透明状就行了 放上调好的菠菜馅 饺子皮比较硬 要用力一些 不然捏不严实的 八口收圆 一个生胚就做好了 表锤上锅 摆放在笼布上 开大火烧开 蒸上六分钟 时间到以后 直接打开锅盖 哇 太漂亮了 晶莹剔透的 这样做的菠菜酱肉包 不发面 也不用揉面 节约了很多时间 皮薄馅大 菠菜吸收了肉的香味 一口一个 特别的好吃 喜欢的朋友 可以在家试一下 我们明天见 大家好 我是娟子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 面食新做法 有肉有菜 比包子馅饼还简单 一起来看看吧 准备300克的 中文字幕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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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娟子,今天我用馒头和鸡蛋来做好吃的,比油炸的更健康,做法也简单,一起来看看吧! 这是昨天吃剩的两个馒头,把它先切成一只厚的片状,用刀慢慢的切下去 再切成长条,最后切成小环块,装到一个盘子里备用 接着准备一根火腿肠,切成薄片,一把洗净的小葱切碎 接着在杯子里打入三个鸡蛋,倒上切好的葱花 加入一勺盐,充分的将蛋液搅散备用 在电饼厂里,刷上一层油 倒上切好的馒头片 摊均匀 开中火,煎至微黄以后,翻个面 可以用铲子多欢动几下,使馒头片受热均匀 煎至金黄色之后,淋上搅好的鸡蛋液 在表面均匀的摆上一层火腿肠片 最后撒上一些黑芝麻,蒸香 用中火,接着烙上三分钟 时间到我们打开锅盖 看着颜色,金灿灿的,太有食欲了 鸡蛋液全部凝固以后,就可以出锅了 然后切成小块,就可以端上锅了 家里的剩馒头,丢掉可惜了 学会这样做,真的太好吃了 鸡蛋包裹着馒头片,特别的香 馒头块咬上一口,酥酥的 上面又放了一些火腿肠,当早餐也很不错 做法简单,喜欢的朋友关注一下 我们明天见 大家好,我是娟子,今天我用山药和蜂枣来做好吃的 松软香甜,比面包还好吃,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把山药清洗一下,再削去外皮 有些朋友对山药过敏,可以戴上一次性手套 皮削去以后,再切成薄片,装入盆中 开水上锅,蒸上10-15分钟 蒸好的山药能轻易扎透,倒在一个大盆里 打入一个鸡蛋,再倒入15克白糖 趁热把白糖倒化,倒成山药泥 倒入4克酵母粉,搅拌均匀 再分次倒入面粉,约250克 边倒边搅拌,搅成面絮状,下手揉成面团 我需要多大多些, 再试一下,再试一下电话 再试一下,再一次 碰一下,您好 再试一下,您好 除了一定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喜欢的朋友关注一下 我们明天见